對公視台語台的一輸的記台 鎮定秋 台語電視台在正南三洋簽四拜託的佛環中 總算有一輩子更算三輩 讓我們彈部的記台和願望 都暗算在今年的七月開台補出 哪知道? 台語台台台的功課 刷出兩個台語文的殺手 真正是聽鬼體猶端 一個是四人不替台語文說過好話 一個不替用台語文說過文章 講的朝日會講起的北京話 真一切靈力在聘想台語文 請這種人來做台語台的砍棒 讓我們對公視台語台主持者的訴訟 心驚討討討 我們真怕相機台會去尋到上海 這樣就奉陪一個人的打拼到付出 用兩個台語文的殺手做台語台開台的功課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要拿幾項建議 希望台語台可以聘用更加緊急 符合大家的要求 不要像現在現有電視台的台語節目這樣 台語不台滑不滑 正在尋覽台語的垂天 現實是我們就拿幾項台語節目的通編 免得公視台語台 日後不可以再犯這種錯誤 台聲說到台語電視台的台語新聞 絕對是百分之百用台語來發聲 不可以只有主播用台語 採訪現場的記者 則是用發語 這種不倫不利的現象 我們台語新聞一定要去比面 所以說台語節目 這段有很多電視台有台語節目 一般的對話都是用台語 不過如果遇到更困難 更遽用的記者 雖然轉換作發語 這樣台語的記者會越來越少 一般人也學不到漂亮的台語書 不一定阻礙台語的進展 再來說到台語言願 因為很多少年言願 不要說台語 所以用配音的方式來發聲 讓我們就是在看日本是 還是韓國出 這會上海說台語的人材 對台語的吹哨沒有幫助 正對這段的台語節目 有一個欠點 因為他們都是民間的電視台 是在做生理 會選擇 我們是共識台語台 開國家的醫生 絕對要照顧好 相信其他的電視台 也很快就會堆起來 三省、兩省的競爭 這樣對水電台語 會越來越正人 所以,我們可以可以抽到 什麽 最好 最好 的感覺 以及